好爱好爱 圣玄法师主讲为实心理学 不一样的法师 不一样的佛法 古老佛法 活出当代科技的新潮 现场高能量 700到1000能量 千万别错过哦 授课细节 主办方 佛头教育基金会 假日佛学院 时间 每周日早上9点到12点 教室三学讲堂 六楼第二教室 地点台北市杭州南路 一段63号六楼 课程名称 解身秘金 容设止观 真如观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无相所行 不说 绝表示 我先考考各位 上个礼拜师傅有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圣意有四大特色 哪四大 好来 翁翠萍 师父各位师兄 翁阿威拉奉承车 弟者翁翠萍试着回答 这个圣意地有四大面向的特色 一个就是无相 再来就是不可言说 再来就是绝诸表示 对 再来就是绝诸争论 对 翁翠萍他有一个特色 死背很好 但是那个什么发挥题 他很弱 非常的弱 所以希望你继续发挥你的那个求学的精神 台大的精神要拿出来 应用题一定要学习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应用的话 那也是死路一条 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你没招啊对吧 所以 师父传给你的 你只会死记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运用 这是可悲的事 对 好 然后 跟圣意相对的是寻诗 寻诗也有四大特色 来 哪一个 One Two Three Go 好 张兆玲 讲路啊 不好意思 各位学长大家早安 早安 基本上就是刚刚那个师姐所讲的对应 无相对应就是我们在那个行师 师姐里面就是有相境界 我们是元缩的境界 就是我们目前的协计都是元缩的境界 那我们透过元缩 我们做做就是表示的境界 对 当然我们如果没有甚深了异的话 我们常常的元缩就会有一些扭期 它称为所谓的争论的我们的师姐 对的对的非常好 我因为你表现特别好嘛 我继续考虑 这就是事物的特色 对 就是这个表示 它是特别针对着武运里头的哪一个运 我当然它是中二体 但是我认为最最盛的就是所谓的 色素奖形式的行运跟适应 行运最主要是行运 它感觉到绝受 它感觉到以后 它的感受 譬如说 我感觉到 喔这个立善有风喔 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 喔凉快 所以 然后我就把它表示出来说 哇 这个立善好凉快喔 因为我感受到 我感觉到它吹过来凉风 然后我感受到凉快 对吧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行运 这以后会用到 我是先点 先点这一块 以后会用到这个行运 特别重要 就是它跟绝受有关 所以它为什么 要把绝诸表示 单独立出来 其实绝诸表示也可以说绝诸争论 对吧 你表示不当 你就会跟人家吵架 对吧 但是它把它独立出来 一定有它的用意 跟行运 特别有关 那我们今天继续要再讲 那个 我再考一题 这个生意地相品一开始的时候 师傅有讲 它有 我说到这里我已经讲完了 它的第一个重点 那刚刚的是第二重点 刚刚讲这个生意有四大特色 这是第二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是什么 1 2 3 go 来 各位师兄 生意地相品 喆阿威咯 天下 胜阿威咯 掌握 圣阿威咯 聖伊地相品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超越一切象的束幅 好 來 陳明玉 六個字而已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嗚阿威 嗚嗚嗚嗚 第一 陳明 試著說出我的想法 就是生意地象本身就是佛的法身本身 嗯 對 好 伍佳培這一題很熱門 很多人躍躍鬱試 特別好 這個就是求學的精神 這個是特別好的 你沒有生化一理 你的健行不可能正確的 阿彌陀佛 我是胡佳培 好 是不是聖者內置症啊 不是 不是 好 來 張兆玲 張兆玲完了以後 鄧敏坤 我沒有辦法講出六個字 但是我心目中是 就是一切法無惡的不惡法門 這個無惡代表什麼 無惡就是他們是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最後是無所有不可得 但是你必須透過這個很盛盛的意見 他剛開始在生意地象品 他就直接接諸聖者 他最高的一個所謂的致敬的東西 讓我們透過後續的這些的品 去體會了解 好 那鄧敏坤 一切法無惡意 一切法無惡意 對嗎 你說的是這個嗎 對啦 給他掌聲鼓勵 一切法無惡意 這個是生意地最最基本的一個特色 當然跟那個張兆玲講的是一樣 可是我要強調的這個無惡意指的是 有惡跟無惡 而不是空有啊 貧富啊 寵入啊 不是啊 是有惡法跟無惡法 他是超越有惡法跟無惡法 你如果講說空有 那只是一腳塊嘛 對吧 所以鄧敏坤不明則以 一明驚人 我們再給他掌聲鼓勵 而且這已經好像兩個禮拜以前了嘛 這不容易 對 對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誰說的 我 對 懂得讚美別人是美德 對 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 要分享的主題是 無相所行 然後呢 不說 絕表示 生意地相 無相所行 不說絕表示 好 來 直覺思維 三大科學家力推的直覺思維 我們一定 一定要 要 要 要學會 對 禮拜四我們看了一個 一個 那個叫什麼 開場視頻喔 他提到 T型人才在這個年代是絕對的需要 絕對的需要 那什麼是T型人才啊 你當然知道 但是你也許都不知道 我上課講過 我上課講過 來 你試試看 師傅還問 各位師兄 我會讓我找找 自己陳明試著說出 T型人才就是可以那個跨界融合 果然說錯 不是 這樣也是太空泛了嘛 什麼叫T啊 T就是直的這一個叫做你的主領域 像師傅的主領域是什麼 是哲學啊 橫的就是你的跨領域 師傅可以跨了幾個領域啊 我可以跨到 我有宗教學的碩士嘛 所以我可以跨宗教學 我有佛學碩士 我可以跨佛學 我的那個碩士論文 畢業論文寫的是心理學 所以我專於融格心理學的研究 然後再來 我在英國的時候受到 受的是腦神經科學的訓練 因而我對量子力學特別的專長 所以我至少有五個領域可以跨 所以我就是T型人才 太重要啦 師傅在這邊講學15年啦 15年前我就一直不斷訓練我的 我的聽眾一定要跨領域 跨領域去經營你的人生 那個時候當然沒有像現在有一套方法 嚴格要求來執行沒有 那時候就是講啊講啊也許 我發現講啊講啊你們都不會把它當一回事啦 考了都不會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接受訓練啦 你沒有接受訓練其實都是很空泛 好那麼如果你是一個單一領域的人 你就是只懂工程或只懂奠基 像陳茗玉你只懂生命科學 那請問你叫什麼人才阿 我騙了你 叫哀啦 哀嘛 哀行哀 哀 小的哀 不是大的哀啊 小的哀啊 哀行 他就沒有上面的跨領域的連結嘛 對吧 一點點 你還跟我企家那麼一點點 師傅的課永遠都是幽默的 你要知道 師傅在哪裡講課都是幽默的 你看禮拜四那個蔣陸華他上台 分享一花一世界的日常生活的践行 這個一花一世界我們訓練了一年多了 我特別回去看去年的四月就開始訓練了 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還講不好耶 因為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中間你要融入佛法 還要融入四大量子力學的理論哪四大 測不準還有呢 雙鳳志願還有呢 玻利二重性還有呢 宇宙全習官最困難的 他們最困難的就是宇宙全習官 以前講那個什麼測不準原理也是 就是行行混混的講過去 現在似乎越來越嚴了 就是說你不能行混的講 你一定要講出道理 為什麼他會測不準 原因在哪裡 電子的速度跟電子的位置沒有辦法同時彰顯出來 速度決定時間 這個測不準會落在什麼時間 位置決定空間 這個測不準會落在哪一個空間 每一個人都得要講 每一個人都得要訓練 哇 一年下來的訓練 果真是有一點成功 有一點成就 他們就是慢慢的已經進入狀況了 但是那個叫什麼 宇宙全習官還是非常的弱 講的這樣子 但是別人都聽不懂就對了 下禮拜臨柔 我想是更慘 就是未來這個禮拜臨柔 我相信更慘 因為上上禮拜臨柔 我非常慘 我都不敢掛出來 我想人家 會毀了人家那個學佛的信心嘛 對不對 所以太慘了 我基本上不會掛出來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你看一下蔣路華怎麼做 下禮拜繼續 繼續加油 不要因為這一次的挫敗 然後就不敢再上台 這樣永遠不會進步嘛 因為這個太重要 這個不就是引導你成為T型人才嘛 對吧 太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 有機會你要趕快加入師傅的訓練團隊 你沒有接受師傅的訓練團隊 你只是在團隊外 看啊看啊看 你以為很容易 那你上台以後 你什麼都忘光光 我不騙你 太多這種例子 一上台 哇 就當機了 沈榮海的夫人林慧美 上台他就嚇到都不敢 不知道怎麼講 勉強講了剩一兩分鐘 完了以後 完全當機 腦筋空白 就站在那 他又不肯下來之後 因為我們有三分鐘嘛 他就在上面一直等 等到三分鐘 從靈想拆下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不容易啦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沈榮海78歲了 他上台 侃侃而談 你要知道 這真的 有訓練跟沒訓練 真的差很多啊 真的差很多 好來 直覺思維 1 2 3 GO 好 那個張兆玲 我先公告一下 我們這個統計都有分數的 然後我會發給張明正 然後張明正再發給大家 如果我忘掉的話 我實在是太忙了 我忘掉的話 你要趕快提醒我 都有 他很快 他很快 你幾個小時之內要提交 不是耶 上課的這個統計 上課發言統計 對 那是單場六十幾號 剛好現在都在記好 對阿 是啦 現在都在記 你沒有直擊要害 你記好了以後 你要整理成出稿啊 訂稿啊 那是什麼時候要發給我 幾個小時以內 規定是怎麼規定的嗎 7點 今天的7點晚上19點以上 不會吧 哪有可能給你 我回去問尤玄就知道了 我回去問尤玄就知道了 我回去問尤玄我就知道了 我回去問尤玄我就知道了 不能啦 你這個7點以前才發布太low了 這沒有達到訓練的效果 為什麼要時間卡得很緊 就是要 要你改善你的做事的方法嘛 要你跟上那個訓練的節奏 要你學會時間的管理的方法嘛 那 決心哪有那麼low的 什麼現在12點下課 然後你7點才能夠繳這個 這個發言的統計 我回去一定會問尤玄 看看到底正確的規定是怎麼樣 尤玄是腦子特別親民的人 你問他 他簡直就是電腦沒有兩樣 他很快他就能夠 能夠給你答案 而且他還會更厲害的是 他還會把當時失誤怎麼公告的 那個公告我們順便丟給你 讓你沒話講 特別厲害的一個 好 來 好 來 張肇林還沒講 張肇林已經已經舉手了 對 我常常我常常會干擾你們 就你本來要講的 我就搶著在你面前 再講一大段 讓你都忘了一乾二淨 法師跟各位學長好 忘掉不過我還是講 這樣 基本上因為今天 今天我看這個東西是對這個圖的強烈 跟法師進來的開始 你那個小狗走了以後的開始 結成一題 上面的那個生意 我們讀解生命訊就是要把我們帶到生意地向的這個境界 剛剛已經說明過 上面我暫時不說 先講圖的部分 那你看到圖會有很多個想法 兩個想法 一個想法呢 我們的過去就是我們的落葉隱成 那我們未來的時間 今天狗一樣 狗視現它的無常 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珍惜我們有限的生意時間 要透過呢 透過你心中的智慧 透過善知識的長疾觀 透過生意地向的長疾觀給我們的智慧 這個智慧的時間呢 只有一條路 你必須透過實踐去體會 除了明相上的體會呢 你必須透過實踐去體會 如果從我們生意地向跟我們的行思相來講的話 到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我們原來只有在思維上了解上來學習 那你必須要透過時間上去學習的話 你才能夠達到所謂的無向所行 超越向的束縛 透過 傑珠表示是說 這個東西基本上你要講的話 你都必須要內置證 那這個東西生意地向品 很清楚的 它會帶出未來 今天華社所講的 我們的所謂的傑珠表示的 所謂的指觀的境界的時候 你必須要透過這種內置證 但這個內置證之前呢 你必須對法醫要有非常甚深正確的了解 好 非常好 讚不讚 非常讚 非常讚 因為他把思維的開示跟這個圖結合起來以後 來指導大家怎麼樣可以走到生意地向 他特別強調的是漸行 事實上這整句也是在強調漸行 那強調漸行為什麼要這些 因為你沒有做到無向 你漸行會歪掉 你自己不知道 然後你沒有離開言說 你漸行也是會歪掉 然後你沒有角逐表示角逐爭論 你大大的歪掉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重點在這個所行 為了正確所行 所以你需要無向 需要不說 需要絕諸表示 需要絕諸爭論 那這個引導我們正確践行的 就是這盞長極光 要走向哪兒啊 這個是践行走向哪兒 走向生意地 所以這幾點重點 張兆林全答對了 全完全cover了 我們再一次給他掌聲鼓勵 非常棒 非常棒 其他的人應該還可以從 其他的視角切進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拓展我們的領域 拓展我們的想法 對吧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乎這些像 你的修行沒有做到無向 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在乎的就是 我們一定要走出去 一定要走出去 接觸外界 你才會知道 外界的天下有多大 不能只握在一個小組子裡頭 不可以的 對 對 好 所以我們那個前進 前進羅馬 進見教宗 也做成視頻發佈了 發佈了 你們一定要關注決議宣的那個播出 決議宣的播出是多元面向的 一定是多元面向 什麼時候要冒出來一個大新聞 你都不知道 對 這一個播出 師傅給鍾倩麗寄了一個大功 為什麼 他從早上三點半 凌晨三點半 一直做到十點半 還沒完沒了 你不要小小看 只有四點三十秒 四分三十秒的視頻 四分三十秒而已 他這樣來來回回 因為我們本來想一分鐘之內搞定 一分鐘就叫Shorts Shorts 它就有Shorts的編排方式 然後YouTube就會把你納入Shorts 那就是要塑板 要直的 什麼都是用直的 後來中先例就說 要我對每一個圖檔都解釋一下 因為我講了教宗怎麼產生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不會 不會知道教宗怎麼產生 對吧 很多人都特別好奇的 然後我也講了 閩南大教堂 這都是我們要走的重點 閩南大教堂 全球第三大教堂 為什麼它那麼重要 為什麼 再來 有一個阿西西 阿西西 他的重點是在哪裡 阿西西他是叫做祈禱的聖地 是因為過去就有大人物在那邊為世界和平而祈禱 到911那一年因為太嚴重了 恐怖分子的危害太嚴重 美國的宗教團體跟這個梵蒂岡又結合起來 又再回到阿西西去祈禱 所以這個祈禱的聖地也是我們一定會去拜訪的這個一個重點 所以 所以忠仙禱就要我 為這些圖檔說明他的重要性 我一講一講的四分半鐘 對吧 就超過一分鐘 超過因為有四個圖檔 一個是教宗怎麼產生 第二 這一任的教宗 他的背景是怎麼樣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米蘭大教堂 還有再來就是 阿西西 祈禱的聖地 就在哪裡 就在意大利 對 這幾個通通都是在意大利 有傳給大家 有傳給大家 對 對 非常非常重要 我下個禮拜我可以帶一張阿西西的全景圖 不是那麼大 他是長條的長條圖給大家看 對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南方 對 然後 我要講這個 現在的那個 那個 教宗 他是 方濟各 所以他是 但是他是 他是 耶穌會 你要知道耶穌會 你一定要認識 天主教他有非常多的會 譬如說 方濟各會 還有各種不同的會 其中耶穌會 代表知識分子 所有的耶穌會 的傳教士 就是宗教神職人員 他一定要有多項的能力 語言的能力 他把你調到哪裡去 你第一個要學當地的方言 所以非常多的天主教的神父 他會講台語耶 他會講台語耶 然後他們也在大學裡頭教書耶 譬如我經常舉的那個 加拿大的神父 李安德神父 他就是耶穌會 八十幾歲還在教書 所以耶穌會 就是代表天主教的知識分子 然後耶穌會的神職人員 不穿制服的 不穿那個什麼 神父的那種制服 因為他們都落在 每一個大學裡頭 從事教育的工作 為什麼要從事教育的工作 因為他要教化眾生 宗教交談的重要性 第一個推動宗教交談的就是天主教 在1963年 範二叫範什麼叫範二 範帝剛第二次大公會議叫範二 在範二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持續兩年 就不斷的在提醒大家 宗教交談的重要性 所有的天主教的神職人員 所有天主教的下屬的機構 都要全力推動宗教交談 所以目前推動宗教交談 最有成就的就是天主教 相對的我們佛教呢 非常的保守 對吧 幾乎就是 你來參觀我們的道場 我會翻臨你 你好我好大家好 吃完水果就走人了 完全沒有達到宗教交流的作用 對 基督教 基督教 基督教跟天主教 合起來叫基督宗教 那基督教相對保守 我們的團隊裡頭也有基督教 只有一位 是基督教的牧師 長老會的牧師他來參加 其他的教派 基督教的教派 基督教教派很多啊 信義會 盡信會 聚會所啊 這些都是都沒有人來參加 所以 宗教交談為什麼這麼重要 你告訴我 來 1 2 3 好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我會讓我悄悄 替陳明明適而死被 就是有宗教和平才有世界和平 你講對一半啦 你講對一半 但是你前半段你沒有講啊 你要講有一個人的名言嘛 他的名言完全覆蓋了為什麼要宗教 宗教和平嘛 我已經都講了恩辯了 怎麼辦 解決爭議 解決爭議 是 是為了解決爭議 因為你沒有宗教和平 你不可能 你像現在中東恐怖分子這麼多 就是沒有宗教和平 都是為了宗教而引發的嘛 十一二世紀的時候 十字軍東征也是宗教戰爭啊 是不是 那誰這個人這麼偉大 你把他忘了 我們也在講要超越戰爭 可是事實上我們做的根本不是對於言行 所以真的言行不合一 對沒錯 因為義理不夠深化 你們去想 這邊的人要去想 那個人 偉大的人 這麼重要 你把他忘了 太辜負他了 他的名言是這麼說的 沒有宗教交談 陳敏玉你漏掉這一個 沒有宗教交談 就不會有宗教和平 沒有宗教和平 就不可能有世界和平 所以宗教交談的宗教性在這邊 宗教交談 我們的學會就是來推動宗教交談嘛 孔漢斯 德國 德國篤炳騰大學的一個教授 他也是神父 所以他也是耶穌會 你看吧 這些通通都是大人物 都是耶穌會 都是高階知識分子 孔漢斯 孔子的孔 漢朝的漢 思想的斯 孔漢斯 差一點 對 是沒錯 而且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 他來過兩次 他來北大演講 所以你看大人物 紛紛往北大 往北大去 你就可以知道說 國家還是一定要強盛啦 那如果有大人物到我們這邊來 會怎樣 會怎樣 對 這是重點 這就是重點 所以我們當自強嘛 對吧 一定要自強 一定要靠自己 不能靠別人 你說靠菩薩 菩薩很慈悲啊 但是你的言行舉止都跟菩薩不相應 怎麼辦啊 各位好 我是胡佳培 這個圖呢 就是 燭光 它是 可以照亮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到這個燭光 可是呢 其實它在發亮的時候 它自己 它也 它的能量會一直消滅 就會一直消滅 消滅於無形 可是這個燭光是閃閃亮的 所以這個用佛學的就是說 它是刹那面 可是我們就一直看到 我們只是關注在這個燭光上 而沒有看到它的 它的這個體已經是一直在 一直在變化無常的狀況了 那所以我們 我們都會取向案例名稱說 它是燭光 然後執著在這上面 然後其實燭光它有作用啊 那我們知道它的作用是 它照亮要溫暖 那我們起其它的作用 不要 不要直視在它的相用上 用過就用過幾了這樣子 那再來呢 所以 它就是一個創那面的這個 這個嘛 那我們就是不要有這個相 就是 OK 時間到了 好 謝謝 好 這邊呢 好 戴台琳來 我講很簡單跟大家不一樣 好 現在我們前面喔 有個蠟燭在亮對不對 對 右邊有個電風扇 對 我們一般說欸 那是蠟燭那是電風扇 嗯 對不對 我們一般講 可是在 講我們實際來講的話 那個蠟燭其實不是蠟燭 那個電風扇是電風扇 那電風扇跟蠟燭之間差別在哪裡咧 就是一個功能方面 電風扇它會發出風 蠟燭不會發出熱 如果用這個思維的話 就跳脫出我們一般人的思維了 就說你的蠟燭那不是蠟燭 這個是簡單的意思講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我就前面那個無相所行那四個字 蠟燭咧就是所 我們看一個東西嘛 蠟燭看這蠟燭正在點 它是有行為的事情 可是它所行為是大部分是在過去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可是它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那就是所謂的無相 因為我們要依照這個 才推到它以前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接受佛法 接受師父所講的 那哩哩啦啦的 我們要去思維到之後 我們才能夠知道將來 我們要怎麼去做 這就是所謂的說無相所行 那這個事情也是你很難解釋出來的 但是咧 你可以表示這就是說 你真正了解到師父所說的法義 謝謝 好的 謝謝 非常感恩 我來考大家一下 什麼叫無相 好 張明正 你看現在那個鄧炳坤都開始發言了 開始講 非常精準 六個字 一個字也不差 對 對 代表他回去 是用功的 你回去是打混的 我哪裡消遣大家 你功德無量 好啦有請張明正 師父好 那個張明正 師父回答 無相就是我們認知 有一個認知的對象 都沒有一個實體的存在 都沒有一個 認知的對象沒有實體的存在 應該就是 那當然我們最終還是要超越他 但是就是 只有真正解釋 無相就是 從認知的角度去看 他是沒有一個實體的一個存在 OK 大概是這樣 那 無相跟一相 一二三的一 跟一相 是 無相就是一相嗎 你要回答 好 他要回答 來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話 我用丑丑丑 地成名式的死輩 就無相就是要超越外相 近相 無近相 一相 一相 所以死輩是不行的 就是 死輩你又答不出來了嗎 就是我們超越 超越了外相 在 氣入空 性 進入 靜相之後 好 太慘了 太慘了 也不要再慘 會 揍動擺觸 好來張明正想到了 老師是不是不依不義 一相是什麼 一相就是 不依不義 那就是代表什麼 還是 一相就是 好熱烈 一個人代表講完 另外一個人已經舉手了 終極本質 一相就是終極本質 對 一嘛 可是有相啊 相 怎麼解釋 來 胡家培 胡家培搖手是說 放棄了 不要講了 說 哈哈 重點就是 十相無相 然後 一相 一相 一級多 多級一 對啦 一相就是一切相 一相就是一切相 那什麼是一切相啊 超越所有的相 就叫做一切相 也就是無相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你 你不知道 轉換運用嘛 所以你就會變成死人啊 對 嗯 這就是師父教學的特色 師父是用啟發的方式 幫助你更深切的理解 不會忘掉 好 所以 嗯 十五來解釋 今天我們的主題 大致上是跟 張 嗯 張 趙玲 講的是非常相近的 無相就是一切相 超越一切相的束縛 只有做到這樣子 你的行 所行 才有可能 嗯 正確 然後你在行儀的過程當中 嗯 你會超越所有的言說 是用行來展現 嗯 您對佛法的甚深認知 還有覺諸表示 覺諸意理 嗯 覺諸爭論 覺諸表示他要強調的是 在行運上 他不受到絕受的束縛 就是說他的表示 是不受到絕 就是 嗯 見聞覺知 這個覺知與感受的束縛 這以後還會再用到這個 覺諸表示 喔 好 那用這個圖 當然就是我們要走向生意地向 這樣的話 我們一定要 嗯 嗯 聖身理解佛法 聖身理解佛法 為什麼需要這樣做 這樣你才能夠跟 長期光 來 嗯 相應嘛 對吧 長期光 長就是經常的長 不是長短的長 長期光就是 永遠不滅的 沒有生滅變異的 嗯 那個長期光 嗯 來 嗯 來相應嘛 對吧 然後我們現在因為是在三維空間嘛 對吧 那地獄道的眾生能不能接受到長期光的照射 為什麼 江明正為什麼 因為諸佛是慈悲的 是嗎 欸 江明正試圖回答 嗯 那個當然你長期光的話 他是無所不 他既然是長期光 那他應該是無所不寒 那你能夠照片的是作片 他是作片的 他不是單一在一個 所以他不管在 在整個 司法界裡面 應該都是同一個 同 所看的 所 所 就是說 他所體會的 你縱使在地獄道裡面 還是一樣 是可以領受到這個長期光的 因為他是誰 他就是他作片嘛 還有他也是長期的都 你怎麼知道他是周片的 呃 你 因為我們既然是我們的 終極本質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 應該他本來就本來就 本來就帶 那也是都沒有在沒有消失過 所以他基本上他應該是 但是一直都在 類似怎麼講就是 解釋不出來 好 時間到 來 來 翁翠萍 師父各位師兄 翁翁翁 翁翁翁 帝子翁翁翁 試著回答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從師父教過的 從科學來解釋會比較清楚 就是用這個宇宙全習觀來看 就是宇宙間所有多維的空間 是互相 互相視為子集合的 就一個套一個這樣子 所以地獄 那個地獄的空間 他也是在各子集合當中 所以長極光 能夠照到所有的空間 也就能夠照到這個地獄的眾生 對的 完全正確 這就是師父 為什麼你們需要上禮拜四的課 像 如果你沒有上禮拜四的課 你沒有從科學的角度進來 你要說服別人都很困難 因為你講的都是 就是佛法而已 那有些人他是完全排斥佛教的 你要知道 他都不信你那一套的 李廷玲教授面對 企業界的老董 就是董事長 為什麼他能夠成功 因為他就是去宗教化 他超越了所有的宗教 但是他特別凸顯佛教義理的深化 所以贏得大家的掌聲 對吧 就是說你是不需要 一定要打扁其他的什麼宗教 來強化你自己的講座 但是如果你可以從科學進來的話 大家都沒話講 這個長疾觀 為什麼每一個人都可以被照射到 包括每一個眾生 包括椅子桌子 因為那個宇宙全習慣它有兩大特色 一個特色就是不同維度的空間 是互為子集合的 不管我們現在在三維格空間 我們看得到螞蟻啊 螞蟻在幾圍啊 在二維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二維的空間跟 二維的空間是三維的子集合嘛 對吧 他活在我們的世界上 我們可以看得到他 以此類推我們是N維空間的子集合 是互為子集合的 十方法界通通都互為子集合 那這個互為子集合 為什麼重要啊 他當然講得很薄弱啦 那個翁翠萍 但是我為了鼓勵他 我不能說你這樣不對啊對吧 但是這樣不是完整的答案啊 你這樣子的話要說服別人還是有困難的 那再來 我講過 宇宙全習觀為什麼這麼困難 除了那個 不同維度的空間互為子集合 還有一個重點 再來得到一個結論 三個都很重要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1 2 3 go 講路啊你上個禮拜四才講完 兩天前講的然後 現在哇 對啊 這就是宇宙全習觀的 不過你那個上台去講 你宇宙全習觀也沒有 沒有切到要害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路好 之所以互為子集合 因為所有宇宙全習觀是 所有的應該都是融色在一起 之所以會互相互為 我們之所以有那麼多空間 是因為頻寬頻率的不一樣 你說你扯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我不能讓你浪費時間 是因為你互為子集合 為什麼這麼重要啊 你給我一個紙 我馬上還你 就這個就可以了 因為阿因斯坦告訴我們 在阿因斯坦以前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空間是可以折疊的 這個折疊的概念為什麼重要 因為光在你折疊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穿入每一個縫隙 所以你互為子集合的話 就每一個空間它都可以經過 那這個光為什麼又跟宇宙全習光 特別的重要 什麼叫做宇宙全習 宇宙全習就是科學家說 因為太不容易理解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喔 宇宙全習就好像是一個攝影樹一樣 叫宇宙全習攝影樹 這個攝影是360度出來是每一個都是立體的沒有死角 我們的攝影是平面的必然有死角 差異在哪裡 就在這個光就是光波 宇宙全習光 宇宙全習光裡頭所射到的光就是長期光 這個光呢 用這個360度無視角的這一個技術的話 它逮到的是光波的震幅與什麼 與相位 那我們我們的照相機拍拍拍拍 全都是平面的 我們逮到了光的什麼 只有波長而已啊 這差異太大了啊 是不是 所以用宇宙全習光照下來 每一個人事實地物 全部都是360度的立體 而且沒有死角 就是說如果有一朵玫瑰花 那個陳明玉紙要給我 有一朵玫瑰花那麼大 用A4的紙那麼大 拍了一個玫瑰花在這裡 這整個通通都是玫瑰花很大朵對吧 然後我把它撕成十小片 結果我用的是宇宙全習的攝影術 我切下來的這十小片裡頭的一個小片 我用宇宙全習攝影的方法把它還原回去 發現這一小塊的玫瑰花竟然是整朵了 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 這是最大的重點 宇宙全習觀來彰顯 這個小的微型的玫瑰花就是我 照射我的那個長極光就是諸佛聖者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我因為造作太多的惡業 我沉淪在三維的空間 但是從宇宙全習觀裡頭 我知道長極光的照射 諸佛的這個教導 甚深的毅力有辦法讓我回歸到長極光 是因為它的照射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而且我可以還原到原來的它 所以這個叫做宇宙長極光的結論是什麼 局部的我融設了諸佛長極光的整體的照射 叫做局部融設整體 這樣夠清楚嗎 是不是很深啊 因為教了一年多了 還沒有人真正的上台去講 講到非常完整讓大家都滿意 然後因為我們講完都會點評 師傅會做最後的點評 等師傅點評完就說 原來是這樣 喔原來是這樣每一個禮拜都原來是這樣 下個禮拜再講又不是那樣 為什麼這麼困難啊我不知道 所以你那個義理一定要通透啦 不管你學佛也好 學科學也好 你義理一定要很通透 你義理不通透的話 你就卡底在那兒過不了 好 好 講路啊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就讓我聯想到為什麼我們上課 如果沒有践行是沒有用的 是 就像已經講了這麼簡單的理論 宇宙全習慣我們已經聽了一年 而且上台又去報告 講了這麼多多次 所以我們每天在那邊上課 您剛才法師講得很好啊 那個我們上課這些 我們研究佛學 每天每天 縱使你24小時都在研究 你研究了N年 事實上也是跟宇宙全習慣 這是反應我們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學佛的方式到底有沒有效 對 就是這樣 如果只有聽課真的沒有用 對 就是說他的作用很微弱 那不聽課那當然就是更可怕嘛 對吧 不聽課自己看說我都看懂了 我看了好多的書 哇這種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可怕 對吧 因為你看了也許全都錯了嘛 來 他要發言 我真的不要用麥克風 喔 要要 對 一定要 因為你如果沒有那個用麥克風 聽的人馬上起煩惱 因為完全聽 他有一次也是啊 他有一次也是 哇 一大段他都沒有用麥克風啊 對吧 對 是 聽不到 聽不到 對 是 個人的問題 對 這沒有什麼對跟錯 對 每一個都還在學習嘛 這可以幫助到其他的人嗎 對 對 好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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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清楚這個宇宙全習慣這個 所以我剛剛畫面有一個念頭想說 對 就是 整個 要大聲一點喔 就是整個 從整個測不準 測不準 雙縫還有玻璃這個到這個宇宙全習慣 那就是說我們 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然後是舉個例子 然後下次有姻緣的話 跟師父報告 這樣請師父來看看這樣是不是reasonable 應該 這應該不是好的方法 為什麼 你在課堂上報告 每一個人都聽得到 每一個人都可以給你質疑 每一個人可以 可以點評你 禮拜四的課堂是活潑的 絕對的活潑 你們都還很客氣 禮拜四的課堂 事務雖然很嚴 但是禮拜四的搶答 點評一定是活潑的 很少說 現在開始開放點評沒人點評 我喊one two three 兩次我就下課了 所以他們已經被訓練就是 別人在講的時候 他已經在記重點了 他哪裡好哪裡不好 然後就會點評 對 所以還是要需要完整的訓練 你不在那個氛圍裡頭 然後你沒有 特別是你沒有那個功課 你沒有功課 對吧 你也沒有跑閱讀量 為什麼要跑閱讀量 為什麼 講路啊你為什麼要跑閱讀量 你閱讀量那麼爛 對吧 那為什麼還要跑閱讀量 就是要學習在日常生活中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讓你的心極度的安定 你沒有跑閱讀量 你以為心很安定 No 一跑出來 你一看到那個閱讀量全黑 你馬上就 哇 七就 心就七上八下 然後焦慮的不得了 對 焦慮晚盤都被你摔破了 對 然後你要付出努力 你要付出努力 你即便就像以前 以前的林柔是閱讀量女王 現在已經被被翁翠萍打敗 翁翠萍以前是最後一名最爛的 然後後來師傅有傳授方法 然後他用師傅的方法 現在連三次第一桶金 清成第一桶金 漂亮到不行 完全打敗了 以前的那個 閱讀量女王 最早期是陳茗玉 再來就是林柔 後來陳茗玉現在好爛喔 非常的爛 爛到不行 最後一名是蒋濡華 倒數第二名陳茗玉 然後昨天 林柔是倒數第三名 以前林柔也是閱讀量女王 我有記得兩天前的禮拜四 下課的時候 林柔還 非常臭屁的來跟我講 你看師傅你看 兩百個人給我點贊 我發佈決心的作品 兩百個人給我點贊 我說那沒用 果真是沒用啊 如果他有用的話 他就會回饋到你的閱讀量 但是沒有啊 你的閱讀量什麼 0啊1啊2啊5啊9啊對吧 所以你應該要去反思嘛 我那麼在意的人的點贊 有用嗎 來為你點贊的是過路客 我也經常扮演過路客點贊 對吧 給人家鼓勵嘛 所以我連看都沒看到他裡頭是什麼 但是大致上瞄一下他是正法 就是他當然不是宗教 但是他至少不是 錯誤的掛網 我就會給他點贊 我就是過路客 我相信點贊的人 你的兩百個點贊裡頭 一定有很多是過路客嘛 我講過泛陽心號稱他有幾百個點贊 你也說泛陽心好棒 我說那也沒有用 為什麼 那只是世間法 你有沒有換算到出世間法 這才是你的成績嘛 你要的是出世間法 我怎麼樣能夠幫助大家看到這個視頻 幫助他覺醒 所以實物有一個名言 為他人的覺醒而奮鬥 為自己的點燈福報而衝刺 這是雙營啊 你沒有這樣子做 非常困難 你只是聽課 但是你沒有健行啊 你沒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來幫助你健行啊 你以為說我就是樂捐 樂捐也是健行但是太小了 對吧 所有的施物設計的這個方法 都是故意要刺激你 給你重挫 讓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吧 而且你跑不好我還給你記大過 沈榮海就跟我講 施物對我被記法我放不下 我說所以這就是你修行的課題 你要放得下啊 地震來了你們家全毀了 你說施物我放不下活該嘛 對吧 這就是要你平常的時候 你就得要訓練好 任何一個情況來 我都能夠接受 我都願意與他和平共存 這才是佛教 那你平常做到了嗎 沒有做到啊 你還在那邊在意我被記幾個大功 我被記幾個大過啊 對吧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個 忠仙麗老早離開絕一軒 做得要死要活的就是他啦 完全無怨無悔 做得要死要活我給他記一個大功 結果他因為又出錯了 他那個清點的那個頁面沒有掛上 所以我們本來是 九點要掛出嘛 然後就因為他一個失誤又 延到十點 我本來九點的時候給他記一個大功 因為他延誤了公務 我立刻又給他記了一個小過 我不會因為說 你從凌晨三點半 忙到這個現在都已經十點了 所以我可憐你 抱歉啦 決宣有一句名言叫 只有功勞沒有苦勞啦 你做得要死要活那是苦勞 你沒有展現成果啊 你每一個苦勞 你以為只有你在做啊 錯啦 師傅一直都在陪著你 為什麼 師傅要提供給你音檔 要提供給你文字檔 要提供給你相應的圖片 你以為你一個人在成就這個播出嗎 抱歉 錯啦 所以你每一個苦勞 都是大眾來成就你 你別以為說 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台灣人最喜歡講這一句話對吧 對 這個在決議宣完全不成立的 完全不成立的 你只有藉著你的苦勞 打造成功的成績 你利益所有的眾生 你才能夠被寄獎 你才能夠被寄獎 好 所以 好 請講 真的嗎 太奇怪了 真的嗎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難怪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灰色的 我也覺得奇怪 但是我沒有去問到底 我沒有問他 你怎麼變灰色的 怎麼變灰色 而且剛剛有播不出來 後來我又再播一次才出來的 這就代表你要看視頻 對 你要看視頻 一定要道課 你沒有道課的話 真的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而且 失物所到的之處 一定是高能量 不是正能量 因為失物永遠都是 立即在終極本質 必然帶來的就是高能量 你需要清淨高能量 你不是要去清淨 那半生不熟的獎金說法 對不對 那當然 你不需要這麼浪費生命 對吧 然後你要 勇猛精進接受訓練 你才知道說 你學佛這幾年 你學到的 是不是能夠接受挑戰 這才是重點 是不是 好 所以 無相所 所以那個 閱讀量我講過 因為他的數據是客觀的 你沒有辦法去主宰他 所以大家都公平的 然後 然後閱讀量還有一個特色 你只要用對方法 你願意花時間去精淨 一定有分數 那林柔從閱讀量女王摔下來 這麼慘 就是你方法不對 你方法不對 然後陳明玉 你為什麼這麼慘 你懶 非常的懶 你看那個翁翠萍為了要經營閱讀量 花多少時間 你就沒有 對吧 你睡大頭覺 對吧 所以這都是考驗 這全都是考驗 所以一定要 這就是方法 訓練的方法 閱讀量沒有什麼 對跟不對 你看你也不是為失誤做 為什麼 怎麼知道 失誤自己都不經營閱讀量 這套方法就是為學員 為學生為弟子開放的 特別設計出來的 就是要成就你 讓你有福報有功德 你有去跑你一定有功德 對吧 否則你光學佛 我請問你你有多少功德 你的功德能夠跟未來的台海的戰爭抗衡嗎 你應該要問自己想清楚嘛 對吧 你只是說 我有在學佛 學佛一二十年了 這樣要幹什麼 你沒有践行 你是零分啦 你是沒有功德 可以來對抗所有的災難 是不可能對抗的 為什麼失誤這麼嚴 特別現在因為台海的戰爭危機特別的嚴峻嘛 所以師傅就加速那個訓練的節奏 還有張力張力更強大 對就是強制你 你一定要趕緊經營閱讀量 趕緊拿到福報 否則你會怎麼樣 你自己要心知肚明 然後無相超越越相自然就是對應來不說嘛 因為說也是也是相的一種嘛 對吧 表示更是相的一種 還有爭論這些都是相的一種 從無相裡頭超越了所有的這些 你的所行才有可能是正確的 那這個就是長極光 長極光就沒有生滅的這個世間像 當然啦 張昭霖很慈悲啊 他把他衍生到 這就是要點給那個馬琪的 因為馬琪現在已經在第二段的中陰聲 是叫什麼中陰聲呢 十項中陰是從第幾天啊 往生的半個小時開始進入第一段 叫臨終中陰 臨終中陰是最重要 因為那個時候你的業障都不會出來 直接就是自信大光明放出來 Luminosity自信光放出來 初期明光放 去發明光一直放 那如果你有業障 你也沒有法師教化 你會害怕那個強光啊 你不知道那就是你自己的自信 你的佛性 你要趕快跟他結合 你立刻正悟成佛 這是正悟成佛最後的一招了 那如果你要錯失了 你害怕害怕害怕看到長期光的放光 那你就拖到3.5天以後 就是到第二段就叫十項中陰 十項中陰 諸佛繼續放光 諸佛放的都是強光 但是六道 六道同時也在放光啊 譬如人道就放黃光嘛 對吧 然後惡鬼道放紅光嘛 對吧 然後一樣諸佛 這個時候的諸佛會有42尊的奇境尊 58尊的憤怒尊 叫文武百尊 合起來剛好100尊 文武百尊 同時出來 同時出來視線給你看 你就昏頭啦 這個時候你很容易起煩惱 不像第一段的那個叫什麼 臨終中陰那麼乾淨 那麼清潔 那麼安定啊 那你會起大煩惱啊 就是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啊 對吧 特別休閒教 我們很少面對這個憤怒尊嘛 看了都會害怕嘛 對吧 更何況是亡靈 對吧 他看了害怕 他不知道那個憤怒尊 也就是你阿拉耶使裡頭 自己造錯錯錯誤的種子的變現 那還是你啊 是不是 然後 所以諸佛繼續放光 諸佛放的都是強光 譬如說 大日如來 就是我們的法性生 放的是強的白光 可是地獄道 他就放弱的白光 弱的灰白 地獄道 所以你不要搞錯啦 我們有業障 我們就喜歡躲在灰暗的地方 就到地獄道啦 對吧 阿彌陀佛放的是紅光 在西方 惡鬼道也放紅光 是弱的紅光 以此類推 所以 中陰深救度無比的重要 你一定要聽 師傅在2017年 就有講整套完整的 中陰深救度密法 那個 翁翠平他就是在行天宮嗎 在行天宮拜拜的時候 有人發傳單給他 你看師傅的教學都是 跟金銀大企業是一樣 師傅要開課還要印傳單耶 然後每一個人去傳發 就有人傳給他 然後 翁翠平就從2017年跟著師傅一直到現在 對吧 是 所以 林柔是2018 還是2017 你來的時候師傅在講 講什麼 傳閱人生 那是2018 沈榮海也是2017 沈榮海跟他的夫人也是講 也是中陰深救度密法 因為以前在佛陀教育基金會 沒有人講過 中陰深救度密法 因為這是密教的經典 就是 這部中陰深救度密法 這個經典後來翻譯成 西藏渡王經 在1927年的時候翻譯成英文版 1927就翻譯成英文版了 對吧 將近一百年了 這四年就一百年 可見他有多重要啊 是不是 所以你應該有空的時候 上去看 2017年師傅講的中陰深救度密法 特別你們家如果有老人 你就更應該要 要對中陰深救度密法 有所了解嘛 對吧 十五還裡頭還有特別講 為什麼在臨終中陰3.55天這一天 你的業障不會現身 你那個時候就是最利於你修行 一直在接受長期光 它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叫luminosity 就是初期明光 或成為序 接下來又再放光一次 叫序方明光 來照射 是因為你的業障那個時候被hold住了 似乎有解釋為什麼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是最適合 跟它結合 那就是你的自性光 你跟它結合在一起 立刻成悟成佛 這是這個經典最重要的一點 好那翻譯成呢 英文版是美國的人類學家 Yvonne Wins 所翻譯的 像榮格心理學家 她也對中陰深救度密法特別的熟悉 我那時候在2017年在講中陰深救度密法的時候 我不斷的引用榮格的說法 所以我還是跨領域 我不是只有在講密教的經典 我還是不斷的跨領域 對吧 好來接下來 還要再繼續考各位 人於常夜 有我所涉受 爭論盛解 人於常夜是什麼意思 常夜不是只有晚上啊 常夜就是日以繼夜 每天都是這樣子 有我所 我所是客觀的嘛 是對象對吧 我看到這個 這個電風上 我是主觀的 主觀的我 然後被我看到的 那就是我所看到 他是被動的 客觀的 是對象 我的對待面 我的對待面 這邊是一個陷阱 射受 常常我們就說 喔師傅的平寬很寬 所以射受了男女老少 平寬很寬 可是這邊的射受不是喔 這邊的射受是直受 直取而且領受 就是你執著 對你所看到 所聽所聞的每一樣東西 你直取他 而且領受他 直取這個就是立善 這個就是一定就是立善 因此帶來爭論 可是聖解 你就是得要離開這一些 這邊要表達的就是 凡夫 為什麼會迷失 就是我們日以繼夜 對於我所 的這一個現象界 給予直受 直取而且領受 引發了爭論 這跟聖人的境界是完全的對立 諸尋思者 尋思者是誰啊 凡夫 凡夫就是在用 為什麼叫尋思啊 用思維 用邏輯思維 因為你沒有受訓練 因為你當然不會不懂得用 直覺思維 直覺思維就是直覺反應 直接的反應 你根本想都不要想 不爭也不少 對吧 直接的反應 他沒有受到訓練 當然是用邏輯思維 去尋去探索 對於超越一切尋思 所践行出來的東西 其實跟聖意地象剛好是相反 剛剛一開始師傅就已經 已經有測試大家 因為這個上一堂課就已經有講了 對吧 所以聖意地象它是不用尋思 不能用尋思 也不能筆度 不能筆度就是比較嫉妒 不能去compile 不能去筆度 對於聖意地象不能信解的意思是說 不是聖意地象不能相信 而是我們凡夫因為一直習慣性 用類比的那個邏輯思維 所以我們對聖意地所展現出來的像狀 完全搞不懂 不可思議 不能理解 也不能跟你所造作的每一件事情去比較亮度 然後終於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解什麼叫做聖意地 他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聖意地象的聖身 為什麼不容易懂 其實他也不是不容易懂 是因為我們平常造作太多的錯誤 我們的想法扭曲了 我們的意地扭曲了 我們的距行扭曲了 所以離真理越來越遙遠 因此到最後不認識他 連要比較都沒辦法 最後乾脆就不相信了 是不是 這就是沒有學佛 沒有深化意地的悲哀 好 我們還是這三塊 這三塊 然後禮拜四他們是加了一塊叫做生命實踐 一花一世界 因為一花一世界就是宇宙全習官 一花局部一世界是整體 對吧 局部可以融色整體 還有一個經文來講 局部融色整體的是什麼 然後呢 第二句 然後呢 第二句 轉大法輪是時間 因為轉大法輪就是在講生命的流轉 輪迴流轉 所以這一定是時間 另外一個就是在講空間 你在三圍的空間 就是一個小的微塵 你也可以看得到那個寶王叉 就是不同的諸佛的國土 為什麼 互為子集合嘛 不同的空間互為子集合嘛 這不就驗證佛 佛法的不可思議嘛 對吧 你如果沒有這個 宇宙全習官的概念的話 你就老是會認為佛法就是神話嘛 對吧 很多高階知識分子都不信佛 為什麼 就說佛法是神話嘛 所以一定是要去宗教化去神秘化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去宗教化去神秘化 你總不能說師傅說 這個去宗教化去神秘化 然後你就說 對 要去宗教化去神秘化 基本上這一句話也不是我講的 誰講的啊 誰講的 一個重要的名人講的 他的名言 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講禪定就是要去宗教化去神秘化 我們不是馬上就要修到子官嗎 對吧 所以這些都在為你的子官寓做準備嘛 是 對 對 Waterhais 哪一年的 什麼 什麼獎得主 你還問我 是我考你啊 你還問我 1949年 諾貝爾的醫學獎得主 他是已發現 什麼 肩腦 肩腦 Interbrand 肩腦在哪裡啊 在中腦跟端腦之間 有一個肩腦 這個肩腦來調控我們的五臟六腑 互相和諧運作 你想到這個就要想到失誤在這堂課都不用上衛生間嘛 對吧 那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失誤的肩腦充分在發揮作用 對吧 肩腦已經警覺到 我在這一堂課 時間太緊張了 所以完全沒有尿液 然後我要講的 這個Waterhais 他是瑞士的科學家 然後他 你看這些大科學家一定是跨領域的 一定是跨領域 他自己坐禪 所以他警覺到禪 一定要去宗教化 一定要去神秘化 為什麼 你不能說他講的一定對啊 你總是要有理由嘛 對吧 他也不告訴 他不會告訴你理由 是你自己要去想 因為宗教 宗教化神秘化的信仰 這都是方法論而已嘛 你必須要跳脫方法論的束縛 你才有可能實際 終極本質的唐奧嘛 你一直停留在 我要用養生屁股 或者是我一定是要 聽誰講課 那都是方法論啊 你不能一直停留在方法論上面嘛 你要藉由方法論走向目的論 你的目的始終只有一個 那是什麼 你的目的 你修學的目的只有一個 是什麼 就是正物菩提嘛 對吧 你不正物菩提 你修學要幹什麼 你該不會只是 中間 因為我有財務困境 所以我要來學佛 這當然很好啊 那是你的切入的視角啊 對吧 但是 你如果你的修學的目標 沒有指向正物菩提的話 你中間的這一個過程的目標 也不可能達成 因為你太短小了嘛 所以越是困難 像沈榮海他有病苦 越要指向我就是要正物菩提 我的方法一定要正物菩提 所以我時時要鼓勵我自己要跳脫二元對立 你唯有時時立即在 十項不二的這個中道裡頭 你的病苦 你的財苦 你的各方面的苦 才有可能得到徹底的解決 是因為你的終極的目標 是這麼的宏大所衍生的這個功德 倒回來搶救你的半途的中途的困境嗎 你的財苦啊 你的病苦 這都叫做中途啦 中途島的中途的困境嘛 你的中途的困境 你一定要用終極本質的深奧的毅力去降服他 否則你不可能的 就像那個誰陳茗玉 我說陳茗玉他是非常慈悲的 上個禮拜不是有應該是這個禮拜啦 前幾天而已嘛 朱茗不是往生的嗎 雕刻家你們知道嗎 對他往生了他是親生嘛對吧 所以你看吧陳茗玉就用他的名義供養師父 我要講的是 朱茗的往生朱茗的親生 應該要給所有的病苦者一個警告 為什麼 你不學佛 你不把你的人生的目標 放在最高的那個唐奧 你中間就像朱茗一樣擁有 你看他多風光啊 他是台灣人唯一到法國 拿到大獎的人對吧 所以他累積了財富也是不可思議的 他有錢然後他又有名對吧 他幾乎什麼都有啦對吧 最後他為什麼要選擇 選擇親生啊 來1 2 3 go 為什麼 好來 師父各位師兄 王阿佩拉奉 其實我是算是死輩 因為師父講過 就是他在他這個人生的過程中 他的世間的成就 他在他個人的心靈上 沒有跟著成長 他的靈性沒有昇華起來 他的灵性没有升华起来 所以你世间财富越多 越障碍你的心性 你的知识越多 越障碍你的心性 所以为什么有的大教授跳楼 为什么 那还有黄玉娇 这么帅气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自杀 不是有名 长得又帅 一表人才 英文流利 他有的别人都没有 他为什么选择死亡 没有亲近佛法 没有学佛 没有认识终极的真理 对吧 张国荣留学英国 对吧 一表人才 标准的一表人才的艺人 最后也是自杀 是不是 为什么 你应该每一次看到自杀的案例 你应该要想 没有升华灵性的悲哀 不是你有钱就能够救得了你 不是你长得漂亮就能够救得了你 不是你在社会有大地位就能够救得了你 那通通救不了你啦 只有你的人生的目标指向终极 终极本质 那才是你的归族 否则你的病苦也不可能好 因为你没有走指向终极的话 你不愿意积累福报嘛 你就一点点病苦 你就觉得我已经苦不完了 对吧 那你苦不完就苦不完啦 对吧 谁能够替代你呢 没有人能够替代你 对吧 即便是配偶的话 还是个人一个人去赴约啊 到时候去见颜罗王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 所以个人造业 个人担 每一个人一定要加紧脚步 积累福报 无比的重要 好 一往期 今天要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首场的钥匙唱法会 还有第四场的人生小宴 地点一样是在市长官邸 好 这是我们的海报 钥匙法会台湾首场 第一次举办钥匙法会 还有人生小宴已经累积到市场了 这是2021年 那时候疫情还没来哦 好 这是我们法会的专属的海报 法会专属的海报 这个灯像这样的长级光 当然以后我们也会让大家看到 我们在中国大陆办的法会的壮观 当然不是这个所能够比拟嘛 对吧 但是在台湾我认为你没有到场嘛 你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可以来办法会 然后你看吧 法本要放哪里 放椅子上 这椅子上就拿花来把它装饰了 它是非常的庄严啊 然后这边到时候就放拜电 拜电还没有放上去 这个放纸就是你的拜电要放的位置 这都有量好 用纸都量好了 间隔距离通通都量好 所以你要布置一个会场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庄严的会场是 费了非常多的功夫打造出来的 这两个是密教的法宝 叫什么 十轮金刚咒慢 以后会教到十轮金刚 非常的 时间 十轮 它是控管时间空间 所以你的家宅不顺利 你什么家里什么风水地理不顺 这挂上去马上就解决 因为它掌管风水地理 死人的阳寿的地理 死人的阴宅会影响到你的阳宅 这个就是专门在对峙 对峙风水地理的 十轮 时间的十轮 大专法轮的轮 好 那这个是主位 主位的那个位置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书的像 对 我说后来有权德的老板跟他们的员工合力 购买了 向他的老板请了一尊文书的法相来送给师傅 那个一定是很贵 因为是他们老板的私藏 那这个就没有文书 不过那也无所谓 因为是钥匙灿 所以跟那个药师佛特别有缘 对吧 这就是当年蒋妈妈重创的时候 他们家蒋路华他们家原来也不信佛 所以他们家也不可能有佛像 这个我是我去买的 然后开关了送给他们的 所以我们就把他请出来 请出来 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圆满 刚刚我讲的十轮金刚就是这两个 对 所以你看师傅虽然在很克难的状况之下 但是我的法会的道场 一样是打造的庄严 而且美轮美奂 对吧 好那这就是第四场 第四场的人生小宴 所以我们的那个餐桌一定都是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就是是西洋式的 好那这个是师傅来向每一个贵宾致欢迎吃 这个谁的背心啊 蒋路华的背心 对现在你们都知道了 对是 十五几乎是什么都是一如所有的 好那这个就是那个餐桌的场景 你可以看到我们真的很用心 这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的 就是都不是不是餐厅帮我们弄的不是 每一次我们举办宴会的时候 旁边都好多人都来拍我们的现场 这个都是电子灯看到吗 为什么 因为因为那个市长官里是骨骑啊 他不会让你点蜡烛的 他不会让你点蜡烛 这全部都是电子灯 我那天秀的无尽灯之夜那个灯 也全部都是电子灯啊 对是 你太 不是他没有参加 他不是上次无尽灯他有参加 他都只是来捞好处而已嘛 他从来不参与 人家忙着钥匙 花要去买啊 然后要布置啊 忙着钥匙 他都在旁边看而已啊 对吧 现在他确实是很有进步 但是那是2021年的时候 他完全不堪啊 那个跟那个叫什么 小气啊 小气到只照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所以他每次供养我我都不要收耶 我收了以后马上他供养我两千我就又用他的名字两千还给他 我根本不要说常年我都是这样子 我根本不想跟他供二业 而且我也老实告诉他是公开的告诉他 我一定是公开的 为什么在我周遭没有口舌是非 绝宣就是零之惨零口舌零是非 为什么能够做到 师父不在背后讲你的 师父一定是公开来讲你的 哪一天你是听到师父背后讲你怎么样 那是因在你面前讲讲那个翁翠平怎么样 那是因为我要用翁翠平的例子叫你引以为戒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我一定会向大家讲 哪一天我教训那个陈敏玉的时候 我就是拿翁翠平的例子来教训他 你别紧张我只是举例而已 好所以现在翁翠平确实真的很有进步 他每一个都很low我不骗你的 不是只有乐捐很low而已 他就是连阅读量都是 三个礼拜以前他都是 一直都是最后一名 一直都是最后一名 然后每次都说我都有转 我都有转 师父我都有转 我说你现在阅读量很低 你赶快转 他说我现在要去念经了 什么态度嘛 要你跑阅读量你要念经 然后早上你都起不来 对吧 然后身体好的时候要去遛鸟 我说你千万别遛鸟啦 你身体马上要不好啦 结果没多久他就高血压来了 高到将近200啊对吧 然后就开始吃药了 所以师父的话你一定要听啊 我万不得已我才要告诉你说 你马上身体要不好了嘛 因为看不下去了嘛 你身体好的时候 你整天都在遛鸟要干什么啊对吧 但是他现在确实是很有进步 你看他从最后一名的阅读量 现在飙到连续三周都是第一名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而且你看到他现在很有进步 他也自己承受承担圣职有没有 下课的时候他帮忙收拾啊 然后也自己会跑去接驾对吧 这都是在进行嘛 进行你的佛法的吸收嘛 打造功德嘛对吧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么做嘛 你看师父这么忙 还要还要来讲课 大家都劝我不要来讲课 第一个劝我不要来的就是他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太忙了 忙到都没时间睡觉嘛对吧 但是我还是来了 这就是利他嘛对吧 讲的话我不是讲过那个 那个什么安太岁那个法宝要赶快给人家了 你这人拖拉一族啊 都已经做好多久了对吧 好 好 那这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你看吧 新千禧年的伦理这本书里头讲到 我们是不需要有道场 世上不必有寺庙 也不用有教堂 世上也不必有清真 清真寺我漏打了一个 清真寺或犹太教堂 就是他的意思是 任何一个宗教的道场都不需要 再来不用教条 不用教条 不必有凡复打错 凡复 凡复的凡 凡复的哲学教义或者是信条都不需要 他说庙堂在哪里啊 庙堂就在我们内心深处 同情心是我们的教义 你同情心了没有啊 对吧 你看到那小狗生病 你伸出援手了没有啊 同情心是我们的教义 请听良知的引导 你所有要做的事你要定下心来 请听你的内心实相给你的引导嘛 献上之城的感恩 感恩十方的父慈 师父是一无所有的 我做到了将道场放在内心深处 所以我有办法绽放生命的璀璨跟睿智 你如果没有把道场放在内心深处 你还在那边跟别人比拼 他的道场有多大 我的道场我没有道场 但是师父没有道场 活出生命的璀璨跟睿智啊对吧 让我们为理想而起飞 为所爱而降落 为什么要为所爱而降落 为理想而起飞 你现在为理想而起飞了吗 没有啊 你就是学佛来听听课 下课又忘了一干二净了嘛 对吧 你没有为理想而起飞 为所爱而降落就是 你要落实到现象界啊 你看到哪里有苦 你要赶快去救苦救难啊 对吧 紧握双手是幸福 因为你紧握双手像玩户中这样 有高官对吧 为无故的高官 你紧握着权贵名利 那是幸福 张开双臂是负担得起的奢华 你看吧 我的手都没有抓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我拥有了全宇宙 你呢 你只抓到两只手的权贵名利啊 而且你这权贵名利 有一天像租名一样啊 会倒地啊 是不是 懂吗 这就是我的名言 这就是我的名言 我要回应说 我没有到场 可是我是怎么样来用佛法经营我的生命 这边同情心是我们的教义 就是下个礼拜开始 我要展现一系列师父怎么 来抢救十方的众生 所以这个不是看好玩的啊 这就是在实践的教学啊 你们最弱的其实是实践啊 光听都不练嘛 对吧 像讲路啊 他就会讲说 我啊 我有啊 我有照顾狗狗啊 我很辛苦啊 每次跑台大医院 从早上一去到晚上才能回来 对 这方面你是无可厚非 但是你这个人是边做边抱怨啊 有没有功德啊 没有功德啊 对吧 你要做你就不要抱怨 你要抱怨 你干脆不要做 想清楚了再做嘛 对吧 好生意第一项品第六奖 好 因为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发言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 他就等着师父点他 点名 让他来念经文就算一分 那这样子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来念啊 没有让我们有表现 没有让我们有表现 这就是师父啊 有师父的地方一定有笑话 师父绝对是幽默的 风趣幽默是我的本色啦 慈悲是我的本怀 健行是我的智慧 好 解身秘精生意地向品云 譬如有人尽其寿量喜辛苦味 余秘时秘上妙美味 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师父都已经大致上都讲过了 所以师父来念一下 唯摩街大居士禁告法勇菩萨 他说我人啊 我人就是凡夫一生 席于辛苦度日 林柔你是不是辛苦度日啊 对我们都是辛苦度日 对以凡夫的支持又是以我们的支持 对于像密堂岗位一样的终极法理呢 我人若果能 若果只是从世境生活中 想要探寻密堂的法性 圣意 还有他的致敬的不可思议 会是呈现怎么样 永远想不透 也无从比度计量 更无力来信解这个 这个圣意地的法理 他要讲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浑浑噩噩都在 就是只照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就忙得要死了嘛 忙得要死了嘛 对吧 连那什么病苦啦 连大内班长都不堪负荷了 只好放弃了 这就是辛苦在度日 然后我们的支持很低嘛 所以呢 我们只看到我的病苦 我们只看到我的财苦 我们只看到我没时间 我们只看到我这么忙 我无力照顾众生 这就是最大的障碍 所以对于像密堂一样的终极的法理 我们如果还是从世境 世境就是现象界 我刚刚讲的那一套 我只看到我自己的苦 财苦病苦 还有我的没有时间的苦 如果用这种生命态度 我要去体会 法性就是终极本质嘛 对吧 圣意地一样是终极本质嘛 还有自尽的不可思议 那当然永远想不透啦 所以 他这个已经禁告法勇说 你的想法不对嘛 那怎么救啊 怎么救法勇啊 他是给他 告诉他 你这样不行啦 你这样是永远想不透 不可能 而且你也不可能相信 法性生意地 都不可能 那 请问你要怎么抢救 离开世境跟对师父 可是问题是这些人都跟着我 这2017跟到现在都几年 六年了啊 离开世境很难 离开世境很难 所以我说他很有悟性 他的答案都是非常有悟性的 他先告诉你 所以你要先离开世境啊 你没有离开世境 你跟什么再好的大师也没用嘛 对吧 所以你离开世境的话 就是摆脱了 摆脱什么 摆脱了业障的残伏嘛 因为你会停留在世境 世境不都是你的业障所组成的嘛 对吧 所以你会看这个 这个电风扇 哇这么棒 这么摆了就凉嘛 对吧 你会喜欢他嘛 对吧 就是你的业障的残伏 所以让你离开生意地太遥远嘛 对吧 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 持极要害的师父领导着你嘛 对吧 敢说敢做敢讲的师父嘛 对吧 而不是讨好学生的师父嘛 对吧 而且这个师父不敢 不只敢修理你 还会做给你看 要怎么做才对 你们的阅读量揪不起来的时候 谁在讲究 还不是师父在讲究 师父就用方法给你们 对吧 手牵着手 中国大陆叫手把手 手把手就是手牵着手 这样子一样画葫芦 做给你看 对吧 解身秘金 生意地相品云 或于长野由玉滩盛且 诸欲赤火所燃烧故 于内除灭一切 摄身香味处 摄身香味处 妙向 向妙 妙远离了 除灭一切 摄身香味处 向 妙远离了 不能寻思 不能彼度 不能信解 这个在讲什么 就是 我仁凡夫 日以继夜 受到贪欲之火的煎熬 对于远离六层禁 六层禁就是 摄身香味处 所衍生的 朱相 所得的法 法药 这个字要念药 你远离了摄身香味处法 才有可能得到清淨的法药 你就做不到 为什么 你永远想不透 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然后 也无力信解 这一个终极的法药的重要性 所以你要离开贪欲 这一段诗在讲 要离开贪欲 你没有离开贪欲的话 老实说 你完全做不到 贪不一定是性爱的贪 还有什么贪 财社名十岁 对 还有权贵名利 对 好 所以要离贪 才有可能 也就是 财社名十岁 那是五欲 对应的 其实都在摄身香味处 的这个范畴里头 这个范畴里头 而且我们对于那个 祭奖的care也是一种 对 对 对祭奖的在乎 还有对祭法的 对 对 那都是 都是贪 对 解身秘金 生意第一项品 继续云 或于长夜 由言说圣解 乐酌 世间奇言说故 于内极尽 圣莫然药 不能寻思 不能彼度 不能信解 这一段在讲什么呢 很重要 我人日以继业 长夜就是日以继业 只会由言说 由名相上面去理解生意 简单的说 你的意理不够深化 只停留在名相上 这样所得的药法药 在世境上依旧是执着在 你所喜欢的语言 因此你得到什么快乐 什么乐 药 有说有笑 表示而已 所以为什么圣意要 绝诸表示 就是不要你有说有笑 那种行运所演说出来的 都不要 然后圣意的体悟是 离超越语言表示 离超越名言的境界 圣者所证悟的法要 一定是离语言 就是超越语言 离表示 超越表示 静默的法要 什么是静默的法要 什么是静默的法要 来 不可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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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不是沈隆海要发言 来 静默 静默的法要 来 加油 沈隆海加油 是不是说那个 急净的状况 对 对的 静默 这个是完全的直净要害 这就是那个实物常常讲 空性的寂灭 极静的法要 对 就凡夫而言 这个境界是永远想不透 如果无从比度计量 当然也不愿意相信 为什么凡夫会不愿意相信 这样又太笼统了吧 这一段在讲凡夫整天在干嘛 当然不对 凡夫忙着在语言上瞎琢磨 看到吗 在语言上所得 所以你得到语言上的有说有笑 那这是戏论嘛 对吧 在语言上 语言上 恰巧 这个生意病要 生意地是要超越语言的 超越表示的 不要有说有笑的 要急净的法要的 所以凡夫忙着做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啊 所以如果我们呢 在为时的领域里头 为时为什么这么深 其实为时一定真的 请你相信我一定没有文书的神 你想想看嘛 为时日从法相 从现象界切进来 理解圣身佛法嘛 对吧 可是文书是怎么样啊 是他一直立基在最高的毕竟空 要你达到毕竟空的长吉光的境界 你达不到啊 对吧 所以文书一定是比那个为时更深 可是现在坊间一直认为为时很深 原因是什么 还是错在名言上嘛 因为为时有超过一千个名像啊 大家一听就害怕了嘛 然后一直开始背哦背哦背哦 背到一两百个还可以 到三四百的时候已经混乱了 他起烦恼了 算了就不学了 所以师父一直讲 你要想要为时修学有成 一定要怎么样 不能死背名像 一定要理解名像 最好的理解是怎么样 最好的理解是什么 最好的理解是什么 这样又不知道了 稍微深论一下你就没办法了 对啊 最好的理解不就是践行嘛 你没有践行你的名像能够理解吗 你开什么玩笑当然不是啊 当然你那都是皮毛 而且背背背 一两个月以后倒回来考你 完全不会嘛 对吧 因为你没有践行嘛 践行始终是最重要 师父为什么会这么忙 就是努力在践行嘛 对吧 再来 解身秘金生意地向品云 或于长夜由见闻觉知 表示圣节 乐着世间诸表示故 于永除断一切表示 是撒迦也灭就进涅槃 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节 撒迦也撒卡亚 中文翻译为有身啊 就是有这个肉身 凡乎的业障很深重 所以我们的波动频率很低 记不记得我们看了一个视频 就有讲这个宇宙地球还没有出来 以前通通都是只是波动的频率而已嘛 波动频率很低的就感召厚重的肉身 比较高的就感召没有实体的像声音啊 对吧 职外线啊 他们的频率都比我们高嘛 然后我们因为业障深重波动频率低 所以我们感召厚重的肉身 并且执着于这个有身 这特别重要 你如果有肉身 然后你不执着 就像比如师父有肉身 但是师父也不执着啊 所以我能够三个小时上课 完全不用上卫生间啊 对吧 师父七十几岁了 但是不受到七十几岁的肉身的束缚啊 就是因为我没有执着于他嘛 然后你又执着 那就叫有身 简单的说 凡夫落在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角色就是行运 注意 要注意到这个行运 用以认知视境上面的快乐 你拿觉受来认识视境上面的快乐 比如我看到这个立上我刚刚讲过了 我感觉 感觉他有凉风 然后我领受到快乐 是因为我吹了凉对吧 舒服 所以你是在视境上 用你自己的觉受来界定你快不快乐 所以对于永断身间 永断身间就是超越身间这一回事 你才有可能究竟涅槃的这个法要 你是根本想不透 无从彼度也不可能信解 为什么 因为你就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面修行嘛 你还是停留在现象界 你还是停留在肤浅的佛法嘛 对吧 有像培伏啊 你没有升华你的智慧嘛 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对圣身的涌断身间 身间是五间的第一间 就是身间就是执着 我有这个肉身 而且像讲路啊常常就要讲 那个美魔女陈美凤 对吧 全身通通都是 都是花钱打造的嘛 对吧 有一次我看到那个 TVBS秀出来 这个整形过的女明星啊 邵 邵什么 邵英英嘛 有一个是邵什么 可能邵什么 我忘了她名字 我那整个脸好恐怖啊 好恐怖 以前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嘛 那个年代的美容 都是小针美容 都是哪里太瘦 就在这边补一针 可是问题你打进去的是细胶类的 久了以后她就下垂 所以她的脸又变成这里一块 那里一块 虽然她浓妆面膜 但是那整个脸就是都已经毁了 完全完全坏了 那肖强不也是整形整坏了 现在都不敢出来见人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永断身见 她没有放下对肉身的执着 如何能够究竟看到空性的法义 根本看不到嘛 对吧 所以永远想不透 也无从比度 无从理解嘛 再来 解身密经生意地向品云 譬如有人在于其长夜 有种种的我所摄受争论圣解 勒着世间诸争论故 于北居如舟 无我所 无射受 离争论 不能寻思 不能彼度 不能信解 有种种我所的射受 我所就是我 是主观的 看到了这个立善 这是我所看到的 所以它是被动被我看到的嘛 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我会面临有种种我所看到 听到眼耳鼻舌声所接触到的种种 然后我刚刚讲 射受是什么意思 射受不是说射受力很强 所以大人小孩都听我的 不是啊 射受是什么意思 又忘了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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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那受 被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我看到的立善 我看到的向路 我看到的佛像 我所所见所闻 见闻觉知 我都把他执着起来 认为他是真的 其中射受应该翻例为执受 也就是执着于我的觉受 根据这一点 我所就会变成存在 因为你执着他嘛 你不执着他的话 你 他不会存在啊 这个跟什么有关 新的关注 跟 对 你如果从科学来说 对新的关注有关 从佛法来说 他跟什么有关 是新的关注没错 佛法怎么 跟什么有关 上个礼拜才教的 所以我就说嘛 你听课你没有践行 你永远 有听没有到 考了都不会 跟作意有关嘛 作意 to be attentive to be attentive to be attentive 不是 不是 注意的 而是 其实 要你注意 要你注意 那你这个 特别在意我所 就是你注意到 注意到他的存在 而且你在乎他的存在 然后就会起争论嘛 上个礼拜讲作意的时候 有讲说 如果我看到一个我所 我看到了 但是我没有作意 他会不会进来我的阿拉耶使 怎么知道 因为你没有作意 你 你 你视而不见嘛 你就是路过了 你虽然这样少过 有一个立善在那 但是与你无关 因为你没有去在意他 你没有to be attentive 你没有在意他嘛 作意就是你要在意他 你没有在意他的话 你的主观的我 没有在意到他 没有带动客观的 被看的这一个 怎么生起事 你不会生起事啊 所以这个种子 不会进来你的阿拉耶使啊 你一定是主观的我 接触到客观的我所的时候 你在意他了嘛 对吧 所以他会进来 就会生起 十嘛 十是这样生起的嘛 十嘛 十是这样生起的嘛 我人对北居如舟 不起四大不舟 我们所在的舟叫什么舟啊 南善不舟 善养肺善 亏你还是老师了 真的吗 啊客家化很好 等一下 不是我是因为 我刚好是客家人 然后我发现我这个舟舟太少了 真的吗 相对 没有啊 请用麦克风 长者在指导你了 你还不可能 师父那是因为 现在 譬如说在公务体系 有人入职离职 你如果是原住民级 或你是客家级 你要被特别登记的 真的吗 因为这两种人 现在就相对的少 那像我讲的强调又相对的少 少之又少 少人讲 所以 你们是海陆吗 对就是他会 那有好处吗 那对你有好处吗 我 我现在不知道 只是因为 但是 你也是海陆是吗 真的吗 我告诉你修课训 没有 你要考课语中高级认证过了 就是因为 因为现在 会讲的人相对的少 所以那个 没有 你要考试 他要考音标 要音标 那不容易考 那都没讲了 那是他状态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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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讲跟会教是两回事 但是 是是是 而且 他那时候在上 在上课语的课的时候 抱怨连天啊 说什么 这是什么 这音标 怎么还要考音标 我说当然要考音标 就像国语 你不是 不破摸摸痴痴痴嘛 为什么不考音标啊 英文也要考音标嘛 对吧 你可以重的 好好 就不会认证嘛 你要做什么 要念来梁师傅 你从什么要 你可以量 要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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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为他现在就是很缺人 所以他会 我们这个课计啊 对 对 对 你看他们两个就聊起来了 对 对 就忙于言说啦 有说有笑 像我们学校是在捷運站附近 所以现在蛮多老师愿意来教 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就是一直找不到老师 会有八九十岁的老师 赶快被讲 好 那你讲完了 好 好 接下来 好 大家好 刚才有讲座义 就会进入 进入那个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你少过 照理说我们有三种 座义应该是 三的种子跟二的种子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善 善了种子二的种子无关 是你有你的种子的能量够不够强大 你譬如说吧 有些人边吃爆米花边看小说 事物从他旁边走过 他根本无所感知啊 对吧 然后那也是专注的一种 那你说那是禅吗 我不能说那不是禅 专注嘛 他就是concentration 但是他不是zen 他不是禅 但是他是专注到旁边的人路过 他视而不见 所以 当我路过的时候 你在吃爆米花 然后再看小说 我有进入你的阿腊耶使吗 没有啊 阿腊耶使的升起 是这样子 你要先有一个主观 还有一个客观 主观嘛 主观的你 客观是色受想行使嘛 指现象界 你要对应起来 这个阿腊耶使才会升起 才会朗线出来啦 这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 那个谁啊 荣格特别厉害 他说 那个不是 我们是讲升起嘛 荣格是说 他本来就在那 就是因为你的主观客观对应上来了 他把旧有的朗线出来 朗线 他是用朗线 这个 这个曲特别重要 这样有回答到你要的吗 跟善恶无忌 是无关的 是无关的 善恶无忌 那是什么 是我看到他了 我看到这个 我已经升起了 然后我说 这个很凉 让我好舒服 所以他是善的种子 但是我连 我连 我连 让他升起的机会都没有 我就视而不见了 他怎么可能 朗线我的阿赖耶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他也一样的继续 没有啊 就是路过你根本视而不见嘛 对吧 譬如说吧 我被采访的时候 人一大把 有些人就会说 阿师傅 你被采访的时候 我也在现场 我怎么知道你也在现场 对吧 这个就是 我跟他 他没有进入我的阿赖耶识 然后他 事后 表彰 哦 死我也在现场 对吧 有用吗 没有用 当时的我的阿赖耶识 没有记录到这个人 这样可以吗 对 感谢您的鼓励与侧免 对 因为这个问题问得很深 很细腻 应该是说很细腻 对 对 他很聪明脾气很暴躁 他如果脾气修改一下 那就很好的修行人 对 是不是他很吃苦耐劳 有吗 拜托 我们人有好多像 这种现象 不在迷惑人 我怎么说他没有吃苦耐劳 豪宅住成乞丐疗 对吧 乞丐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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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处理的方法就是 有什么来 就把他堆一起 有什么来 这边堆完了 再来堆这边 他的房间 好几个房间 通通都是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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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现在 要颁发那个法宝给你们 对吧 为什么迟迟都没有颁发 那个 安太岁的是老早就已经做好了 那是新做的 是因为师父在安的时候 就已经加持好了 然后 那个是新的法宝 另外我的构想就是说 在帮给那个 那个什么 安太岁的人的时候 其他的人也应该要有一个 纪念性的法宝 所以 我就要他 要赶快赶工 因为 现在都已经四月底了 你的安太岁的法宝还没给人 对吧 所以不应该 对吧 然后 现在就是插那个 大众的法宝 他每次要做法宝 他就 啊 啊 啊 为什么 也太乱了 东西在哪里不知道 要去找啊 要 他的仓库连走都走不进去 然后你说他什么 你说他什么 我告诉你啦 他喜欢的他就 甘之如鱼啦 他最喜欢什么 逛街 我就讨厌逛街 我非常不喜欢逛街啊 非常啊 非常不喜欢逛街啊 所以我要买什么 我都打电话跟他讲 你要去逛的时候 顺便把我买什么 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他逛街 从早逛到晚上 他都不会抱怨啊 对吧 你要他耸心啊 抱怨连天啊 对吧 他哪有像你说的 那叫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吃苦 他哪有吃苦耐劳 你根本完全没有 他的个性跟陈丹熙很像啊 陈丹熙就是我在北京的徒弟 陈丹熙教授弹钢琴的 他们家也是超大 三个人住的房间 有三个卫生间 你又可以知道他们家有多大 然后跟跟他个性很像 喝咖啡 喝完的杯子不是放到餐厅喔 喝的杯子就放在这里 这里有可能是钢琴桌 等一下喝茶 喝茶来又放在客厅 家里乱七八糟乱七八糟 他说有一次我们都会轮流到地址的家里去做法会 然后是申请制 有一次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申请到你们家去做法会 我说你们家走运这么低要赶快做法 他说哎呀我师傅我都不敢让你们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家太乱了 我说那你不是有请阿姨吗 他的阿姨都跟着他好多年了 他说那没用啊 我说为什么会没用 他说他打扫完不到一个小时 我又把他搞的乱七八糟了 所以始终是自己嘛 对吧 他怎么把他搞乱七八糟 我就跟他讲过嘛 你一定要学会归位归位归位 这个杯子从哪里来的 用完了马上回去原来的位置 他不是啊 他是到处乱摆到处乱摆 你家里乱七八糟 后来我说不行你不能再推迟了 因为你走运太低了 然后我就说我怕一个人过去帮你的忙 你收拾好明天 就要办法会 结果那个人就去了他们家 早上九点就到了 你知道收拾到什么时候 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 中间没有睡觉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乱啊 他说那太乱了 而且还有请阿姨喔 还有请阿姨喔 不是没有请人喔 所以一定要 这是不行的 这就是自己的恶习嘛 所以我说你需要大福报 因为你恶习太恐怖了嘛 浪费太多福报嘛 你家那么大房间那么多 你房间那么多 让给游民去住也好 你房间都在堆一些 你没有整理的东西 对啊 然后都不整理 不整理 然后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 要的时候再去买 永远就是那么多嘛 对吧 解身秘金 抱歉 请他出钱 去打扫 开出架嘛 太厉害了 解身秘金 生意地向品云 耳时 世尊欲重宣此意 而说宋曰 内政无相知所行 不可言说 绝表示 席诸争论 圣意地 超过一切寻思相 所以最后世尊就用了这一个祭语 来圆满 什么叫做圣意地向 他一定是超过一切的寻思相 所以有几个重点你一定要记下来 圣意地向一定是内自政 无相形 就是超越一切相的践行 不可言说 绝诸表示绝诸争论 这五大特色 所以这是生意地的第二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第一个定义 对的 对的 张明正非常好 这边还是完全没有声音 没有听那个廖炳坤的指导 一切法无恶意 特别注意这个恶意是有为法跟无为法 现在第二个定义就是 生意地向要有几个特色 五个特色 第一个是什么 内自政 第二个呢 无相形 再来 第三个 不可言说或不可说都可以 绝诸表示绝诸争论 以下则宣说圣意地 下个礼拜开始要讲圣意地的第三定义 生意地向是不依不依 就是张明正你所讲的不依不依 一指的是生意地向与凡夫心得的形象 就是寻思象是不依不依的 这是由善清敬慧菩萨来提问 那第二第二地生意地的第二个定义由谁来提问 法勇菩萨 法勇菩萨 对法勇菩萨 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第三定义 好 还有 对这个是我额外补充的 因为他有特别强调是因为生见 对生见的执着 觉受执着 所以你才会有病苦 你才会一直在现象界来沉沦 《道德经》有一段 我认为他讲生见讲得特别好 无所以有老子讲的 无所以有大患者 我为什么有患病大的灾难 是因为无有生 无有生就是说我很在意我的肉体 即无无生 如果我能够超越我的肉体的束缚的话 无有何患 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太在意我的肉体 如果我能够无生 无生就是超越生的束缚的话 我有什么灾难 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有病苦 无人有病苦等大祸患 源于对波动频率低的肉体 我们都是波动频率低才会沉沦在三维空间 对波动频率低的身体 兴起了只有直 直取而且想要拥有的意念 反之如若超越这个执着 则无生何患只有 我就不可能患病 对吧 执着的负能量与出众的肉身 是同一个低频共振 看到吗 执着 你对身体的执着的负能量 跟你出众的肉身 是同一个低频共振 是这一个低频共振 带给你祸患 我人唯有摄取诸佛圣人的高能量 为自己带来高频共振 互补长短 超越二元得力 才能够迈向终极本质佛性 与现象界肉身圆满合一的菩提大道 达到同频共振的最大化 也就是下个礼拜要讲的 不依不易 不依不易 在终极本质达到合一 在现象界达到超越 相互益嘛 中将与科学的会通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科学的影片 脑机接口的愿景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要回归到 我们的人生的问题 对吧 所以师傅为大家挑了一个 街头日记自由作家 这个感人的影片 他比较长 所以我要分两 第一堂课 新来的年轻女教师太紧张了 一枚注意把粉笔灰擦到了裙子上 上课领响 学生们进来了 黑人 亚裔 拉丁裔 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学生神态 要么轻挑 要么凶狠 有个家伙看见老师裙子上的粉笔灰 开了个粗俗的玩笑 有学生脚上甚至戴着电子镣铐 说明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学生们坐下后 可以看出分成了三个帮派 亚裔帮 黑人帮 拉丁裔帮 这是美国的1994年 某事异想天开 开展了这个种族融合实验班 说什么融合 却集结了一番不同肤色的混世魔王 造成了更极端的分裂 持续不断的危险冲突 导致这所学校流失了75%的好学生 人人都觉得他们要玩 除了这么一位勇敢善良的年轻女教师 这部电影改编自1994年的真实故事 故事继续 老师开始点名 点着点着 有两个黑人居然吵了起来 顿时剑拔弩张 马上升级到了拳斗 全体同学都站起来观战 老师根本叫不停 只得出去喊保安进来 就在这时 他看见 一个白人学生把手伸向腰带 肯定藏着一把枪 第一堂课就这么毁了 第二堂课也毁了 一场种族间的战斗在校内展开 学生们全部冲到操场 有人流血 有人倒下 老师再也阻挡不了这起冲突 只能自保回家 他跟家里人说了这事 爸爸告诉他 这些孩子救不了的 罪犯就是罪犯 无可救药 同事也告诉他 别太伤心 反正不到一年 少年们就会全部退学 这位老师没有气馁 第三堂课 他决定投其所好 用著名rap歌手的歌词 教学生文学 大家都喜欢这些rap歌手 果然稍微积极了些 但有名拉丁女孩 又开始怼老师 就这样 老师在学生们的排斥下 一天天强撑着 直到这天 一张纸条在班里四处传播 大家看到都嬉嬉笑了起来 当纸条传到终点 来到一个黑人手上 他看到他 表情立刻变得沮丧 而全班哈哈大笑起来 老师发现了 拿过纸条 这是一张种族歧视的画 画着那个黑人的大嘴唇 他生气了 叫学生们和尚书 他开始讲一个故事 数十年前 法西斯就是用这种画 表达对犹太人的歧视 他们暗示某些人种更低劣 最终 这种歧视形成了大屠杀 而你们 就是在复制这种暴行的开端 同学们粗鲁地打断老师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开始骂老师 有人说恨他 因为他是白人 有人说你别装同情了 你根本不懂我们每天可能被枪杀的生活 老师这次没有服软 他一遍遍与学生争论 什么是对的 当学生们以种族冲突为荣 他斩钉截铁地说 人生的荣誉不是为仇恨死亡 而是为正义和善良而战 这时最初那个画像漫画的男生 突然举手提问 老师愣住了 他提问 只有唯一的白人举起手 他顿了一下又问 被人用枪打过的举手 这一次除了白人全部举手了 下课联想 所有人都沉默地走了 但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 下一堂课 他带学生玩了一个游戏 在课室中间滑一道线 他号召有过某种经历的就走到中间来 开始他问大家简单的问题 同学们走到中间互相瞪视 慢慢地老师开始问一些敏感的问题 几乎全班同学都走到了中间 少年们互相对望 黑人白人 亚裔拉丁裔 平时谁看谁都不顺眼 但现在他们才明白 大家有着同样的经历和痛苦 玩完这个游戏 老师给了学生们一个任务 写日记 让大家把自己的生活写进去 什么都可以 如果不想给他看 他就不看 如果愿意给他看 就放进教室里的柜子里 很快就是家长会了 老师精心准备 但开会时一个家长都没来 老师很难过 难道这些孩子都没人管吗 他想起那个柜子 当他打开时 里面竟放满了日记本 原来从来没有人聆听这群孩子的心声 包括他们的家人 而老师是第一个愿意了解他们的 所以他们写下日记给他看 日记里藏着每一个学生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写下了失去母亲的伤痛 和被父亲支配的恐惧 第二个学生写下 他才小学 就被警察误当坏孩子关进牢房 从此他就熟悉了牢狱环境 进进出出 第三个学生写下 他知道一个帮派成员的工作 必须做一堆坏事 随时要面临死亡的来临 这就是大部分黑人的命运 第四个学生写下 他被爸爸殴打的细节 第五个学生写下 他见过的尸体 第六个写下 作为难民的感受 第七个写下 为什么他要随身带枪 看完后 老师感到心痛 好分享 礼拜四的课就是 连这个都要分享的 因为你不能一昧的 被他给左右 对吧 不管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训练 你一定要升华你的思维 好来 one two three go 一变了 好 那个林柔 你麦克风 好 師傅 学长们 on our own chapter 我是林柔 試著回答 从影片当中 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应该足足以向 要深入其境 了解其境状况 才能帮助他人解脱困境 不能停留在向上 要深入去了解他们 ok 好 非常好 还有吗 one two three go 好 张兆玲 张兆玲几次了 很多次了 对可能五次了 老師大家好 好 第一个就是 老师是 有困境就有方法 有方法 嗯 第二个是 你要 起源于同理心 对 你能够去 有机会去了解的时候 你才可能 有效的 全时应用 你的方法 对 第三个呢 他也是 随向 随行 随观 看他们的基言 跟协生的互动 对 找出能够对应的方法 对 他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志向 对 但是他很虔巧的 开展了他们的共向 对 当做对话的开始 嗯 他们的共向是什么 开展共向 他们共向就是 人生的体验 嗯 他们人生的体验 似乎都不一样 嗯 不同的种类 但是那他们在 低能量的社会界里面 是他们的 同样的环境 造成他们有 共同的体会 对 所谓的共向 对 因为他掌握到这共向的时候 他基本上已经铺陈了 他未来方法的 可能成就 嗯 OK 好不好 赞不赞 赞 对 给他掌声鼓励 非常完整喔 非常的完整 他把谷威喔 我说他是菜鸟老师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接课 就接了这么一个大头课 对 他 嗯 当然满腔的热血 但是一下子也被教习了嘛 对吧 这些 嗯 是太保学生 太妹学生 嗯 然后 完全没有 嗯 伦理的 伦理观念的 因为他们平常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 还有屠杀 嗯 让他们变得非常的残忍 对吧 然后这个老师就是 后来最主要是因为 老师唤醒他们大屠杀 什么是大屠杀 要他们注意到这一个 就是你们每天都在制造暴行 然后 嗯 那 老师后来想办法 让他们写出他们的心声 有没有 用日记写出 嗯 他们的心声 这是最重要的一招 最重要的一招 以前为什么都失败 因为没有人愿意理解他们 然后也没有人为他们 想出什么方法 就这个菜鸟老师 他想出了 你一定要把你的 你的心声写出来 你才能够释放负能量嘛 对吧 然后 我才有办法帮助你嘛 对吧 好 所以来看一下师傅怎么看这一个影片 这后来 这个片子后来改 嗯 就是 嗯 搬上大一幕 就是 就是 嗯 名字就叫街头日记 改成电影 The Freedom Rights Diary 嗯 就是 可见重点就是 他们要他们写作 写作的功能何其大啊 改变人的一生啊 一部2007年由 派拉蒙电影公司发行 根据1999年出版的教育励志的书籍 街头日记 街头日记 街头日记是 在乎这些学生 能不能得到适当的教化啊 什么的 所以你看他刚刚接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五的好学生 全部都离开那个学校 为什么 吓都吓死了嘛 对吧 怕被低频共振了嘛 对吧 古威尔来自 白人中 中上的阶层 当然没有办法沟通小方的这个传统 所以 从203号教室的学生开始 学生逗典 每天面对的是 帮派毒品性暴力充斥的街头的战场 问题学生不是不愿意读书 而是没有人给他机会 这是重点 没有人愿意给他机会 就认为他一定是捣蛋鬼 老师的开场白 人生的仇恨不是为了仇恨而死 是为正义和善良而战 你应该要问问你自己 学佛以后 你曾经为正义而战吗 你曾经为善良而战吗 如果到目前为止 你都还没有过为正义而战 为善良而战的话 你今天晚上应该要写忏悔文 老师用的方法 帮助学生说出心声 为什么这个重要 写作为什么重要 释放负能量 有些人是上母心痛 被父亲支配的恐惧 被误判为坏人关进牢房 从此熟悉牢狱生活 了之帮派成员的工作 随时面临死亡 这是一个黑人讲的 背负后清殴打的细节 见过史诗 曾经经历难民的生活 难民可不是游民 难民是战争的后沉沦者 随身必须佩戴枪支 佩戴枪支去上学 好同病相连的请你站出来 这是古威尔老师的第二个方法 应该是第一个方法 写作是最后一个方法 有朋友曾经与帮派进行冲突而上命 写日记老师是第一个愿意了解他们的人 所以我要请你省思 这里是我要请你省思 你知道我在礼拜四的教学 看了一个影片以后 我不会讲那么多 我不会给你那么多的信息 就是我提醒你 你应该要省思什么 请你写下你的心声 当做你心得报告的第一段 所以第一段一定是统一个 统一一个名称 一个断名 每一个人都要写 写 关于那一个开场视频 你所看到的师父不会给你 给你更多像这一班这样更多的信息 不会 但是师父什么时候会给你信息 当绝一宣的视频要发出来的时候 师父会补足后面的这一段 就是譬如说 我们看CHAT GPT 它有优势也有弱势 对吧 所以我出的题目是什么 你要把CHAT GPT的优势 转换成你的人生的优势 然后你告诉我 你的取舍之道 这就是你的新的报告的主题 人生优势是取舍之道 然后师父会在那个视频里头写下 师父的取舍之道是什么 就是随着视频 你可以看到师父的答案 但是你不准抄师父的答案 你要藉由师父的答案的启发 发展自己的取舍之道 你看这个训练是多么重要 而不是你是单向的吸收而已 不是 师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把你截断了 你要自己想 而不是像在这边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师父在讲 对吧 我在讲你来听 你都觉得这很容易 要你自己去想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是吗 我要你省思 问题学生都不会读书 去愿意写日记 原因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愿意写作 我说你真的太low了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写作是什么 一回事嘛 对吧 你完全不知道写作跟你的灵性的升华 有直接的关系 你完全不知道 而且你也不听劝嘛 对吧 家长会 为什么一个家长都没来 你认为原因是在哪里 第三 老师的开场白正确吗 老师说人不是为了仇恨而活 人是为了为了什么 为了善良跟正义而活 你认为这个是对吗 如果你认为对你就说对 你认为不对 那请你告诉我原因 现在这一题就可以考验你们 好来 1 2 3 go 人生不是为了仇恨而活 人生是为了善良 还有正义而活 还有正义而活 1 2 3 go 好 来 张教林 你还在直觉思维 人家都举手发言 基本上 本身直觉本身有问题 没有对跟不对 人生是在修正自己的行为 那你如果透过政治政见的理解的话 你就会走过我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一世界里面的 所谓的善良那一部分 你就有更有机会能够开拓 但是你直接这种大灾问 来开场的话 基本上来讲的话是 有言人会走上这方向 但是那些学生他原来是完全 这个方向是完全都不存在的 好 ok 好 1 2 3 go 这边 好 各位师兄 Ong Averahum Chandra 弟者翁翠萍試著回答 有的时候这个善良跟正义 不是我们凡夫以为的善良跟正义 就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做这个 阅读量经营的时候 我们要制作话题 那有的时候像比方说这个长者 你的语数要快一点 好 比方说年长者他这个就是 有点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帮忙他做 结果在师父的教导下才知道 这样子是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有 你可以从旁辅导 你不能帮他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确认这个善良跟正义怎么样 然后再去做 还有30秒他按错 你罚他吧 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还有我们在师父的教导下 有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 我们以为是对的 其实那样子是阻碍了别人 对 是 谢谢 是的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师父来讲 张兆林切到了一个重点 仇恨跟善良是对立的 所以不应该是说不能由仇恨开始 应该是要为善良跟正义而战 这还是你还是在鼓动二元对立 对吧 那就好像我说我被采访的时候说 同性恋好不好啊 你看师父就一定不会说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 师父给出一个治疗的方案是 你应该要注意到身心灵的平安 不管你是同性恋同志还是非同性恋同志 这一点大家都得学啊 你直接就落在二元对立里头要干什么 所以这一个我要说 他不是一个绝对好的方法 并不是只是因为他是二元对立 我要说的是 他是一个中途目标 他没有带领学生走向终极的真理啊 所以学生还是永远不明白嘛 对吧 他应该要帮忙升华学生的思维 让他们认清楚什么是真理嘛 是应该为真理而战 而不是为善良 为正义而战啦 是不是 真理始终是超越两端的 所以你们学了个那么久 一考就到 对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你跟对师父是绝对的重要 绝对的重要 因为你的想法还是 你们当然有进步 但是你的想法还是 还是没有达到没有实时立基在终极本质 所以师父为什么说 我保证我所到之处一定是高能量 因为我时时刻刻必然都是超越二元对立的 那你们是逐步从负能量扭转过来嘛 对吧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好吗 因为下面还有事已解惑有一些 这个事已解惑是比较深的 我们以前讲过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以前就播过了 事寻思观 这个有点深 而且他会连结到 事如实至 就是他的禅定 禅定 什么明德定 明真定 应孙定 这会比较深 但是这重不重要 绝对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 只观的刻 都会又要用到这些 我为什么很早我就挂出来 交给大家 就是知道你是不可能一次就能听懂 所以上次已经挂出一次了 现在又再挂出一次 下个礼拜 我们渴望有机会 来仔细的讲这个事寻思观 为我们第六品 《于协实地论》的那个《于协实地品》 来预作准备 我们做了很多的伏笔 像座义也是 都在为《于协实地品》在预作准备 好感恩大家